二十届三中全会闭幕 所有抱有期待的人都感到深深的失望 因为出来眼花缭乱的三百项不知所云的改革项目 真正能解决问题的神话改革一向也没有 当然也不可能有 因为习近平本能就是改革开放的否定者 让否定者继续改革开放 这本身就很滑稽 但三中全会也不是没有过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王信贤分析 北京在政策面基本上保持自中共二十大以来的方向 还是由习近平紧抓政策的主导权 但在政治意涵上 这些会议有几项值得注意的特殊之处 传递出中国领导人对于自身以及治国之道的定位 不能太从经济跟社会的角度看三中全会 而是要去看习的定位 王信贤表示 中共试图画出深化改革 中国是现代化的路径图 根据习近平以往的认述 同常会2035年为一个节点 希望届时在科技经济国力等方面 能达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不过这一次习将2029年纳入改革的时间轴 期盼在建国八十周年之际 能完成有关的任务 王信贤分析 中间隐含的一个事情就是说 到时候习还可能在位 他在铺这个梗 其实他还有第四任期 习近平在2022年 开启中国领导人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 并将于2027年建满 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宋文迪指出 这说明中国目标在未来五年内 保持持续稳定的长期领导 而当前的最高领导层 尤其是核心领导人 几乎必然要在未来五年内继续保持现状 这将是习的第四个任期成为可能 他补充到 以这个面向来看 三中全会并不是要推出重大的新的改革方案 而是要更深入的阐述这一点 新时代改革的意义和特色是以核心领导为中心 有关习近平任期的问题 一直是外界讨论的热点 自从他废除国家主席任期制 虽然中国当局没有透露 这是否意味着他会无限期连任下去 成为事实上的终身制 但从目前的架势看 人们普遍认为他会做终身领导人 实证分析人士邓玉文先生 在文章三中全会敲定 2029年完成改革 按时习必有第四任中指出 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是现代化的决定 提出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 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2029年中共党国成立80周年之际 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这两个时间段的前一个是当局为中国是现代化 划定的两个阶段时间表的第一阶段 所谓两个阶段时间表 指的是中共建政100周年实现中国现代化 在此之前的2035年基本实现现现代化 几年前就划定了这两个目标 后一个是本次会议新提的 然而就是后者 却泄露了习的天机 他必然会有第四个任期 一 诡异的2029年 2029年时间段的提出 反映了习得实现三中全会宏大改革计划 有一种急迫感 需要在未来五年内完成这些制定的改革任务 习要在自己的手上看到他们变成现实 才安心 如果他不想在任务上完成这些目标任务 就不必确定 2029年这个时间线 而是像之前规划的一样 只要2035年实现就行了 那是他以82岁 以现代人的长寿 这个年龄还不算太老 假如身体好 可以继续审认 但距离2035年 毕竟还有11年 如果他再认 已是第五个任期 以他目前对党国的掌控 五年认没有问题 可未来11年的事 谁也说不清楚 万一身体有样 或者发生其他重大的变故 五年认就很难讲了 如果不在认上 改革计划是否会被新领导人执行 功亏一篑 也不太好说 因为新官不理就证 即使在重视长期规划的中共政权 那是时有发生的 就算新领导人再节再厉 把这个事情做下去 解释会不会把完成伟大改革计划的功劳 宣传成是他的 他成了栽桃子的人 也难以预计 如果是这样 习岂不是白忙一场 为新领导人做了嫁衣 他当然不愿这样 所以 2029年时间线 意味着习至少会有第四个任期 从习对党国全盘改造来看 虽然许多人不认同他的理念和价值 对他的做法和当局宣称的成就 赤之以比 但不能否认 他是个使命感很强的人 当然领导人使命感强 如果走错了路 对国家和社会产生的破坏作用也就大 就此而言 使命感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 前提是方向和道路都要走对 这一点暂且不认 习有强烈的使命感 要把中国带向现代化 现代化能不能实现先放在一边 但他肯定不想把这个荣誉 浪度给他的计论者 这样他就必须在论上实现这个论目标 否则难以在党国历史上轻死流民 或者留下一个不好的名声 一般来讲 使命感强的领导人很注重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名声 喜也不例外 非常看重自己的历史地位 他把党国折成成如今这样 目的就是要轻死流民 所以为党国勾画出中国是现代化的宏伟蓝图 但是只有蓝图肯定不行 还要实现蓝图 历史才会记上一笔 他的伟大改革家的名头才能立得住 虽然新华社改革家习近平一文 在三中全会举行期间被下架 但不妨推论 如果到2029年 当局大肆宣扬三中全会改革论 如期完成 还是会给他戴上改革家这顶帽子的 他也会觉得受之无愧 从这个角度看 尽管他告诫党国的官员 对待荣誉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态 然而当局对改革以及其他重大决策 却不忘宣传是他亲自谋划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的 意思是中国式现代化改革任务 在2029年完成 是靠他的谋划指挥和部署 靠他亲力亲为才做成的 以免其他领导人和他争夺这个历史的功劳 除来自于其使命感和历史地位的考量 也来自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太多 虽然当局在理论和法律上对他无限期任期 少出了障碍 然而没有人能预料未来会有多少坎坎坷坷 会遇到多少黑天鹅和灰溪流 得连任产生何种变数 唯一能确定的是时间越长障碍越多 变数也越多 因此从防范未来不确定性带来的连任风险考虑 得完成三中全会的改革任务 时间能提前就会尽量提前 二习的焦虑感 习明白在中美争斗的背景下 今后四年无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上台 两国关系只会比现在更糟糕 拜登政府前不久放话 要盟友不准向中国出售防含美国技术的任何产品 不管美国技术含量多少 到这一步美中科技和产品就算完全脱钩了 习当然对此会有防范和部署 尽量早的完成三中全会提出的发展薪资生产力的改革任务 中国在美中竞争中的主动性也就比现在强 利益也就会有更好的保障 对习和当局来讲 可能会认为如果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薪资生产力得不到发展 科技受制于美国和西方 即使其他改革任务如期完成 得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意义也不大 到时习的现代化愿景目标就不好宣称已经实现 就是勉强宣布实现了也得不到党内外的认可 这就会影响到他的历史地位 但假如拖到2035年实现科技的自立自主 正如前述他又怕夜长梦多 在无限其连任的问题上产生意外 让他的计论者摘得果实 于是此次三中全会 干脆把完成改革计划的时间确定为2029年 比早先规划的又提前了五年 然而这个时间线的改动 以及背后显示出 对这份改革计划 尤其是发展薪质生产力焦虑的心态 不经意间让外界看到了他 一再布局第四个论期 除非届时有重大的变故发生 否则他的连任可以说板上钉钉 习近平希望终生指正 但生命无常 于是确定了2029年 这就如同电视连续剧的第一季和第二季一样 但真的到了2029年 他就更不会松手了 但能算不与天算 极权国家明天会发生什么 谁也不知道 毛泽东也没想到林彪会做的那么决绝 林彪也没想到毛泽东那么狠毒 拜登也不想松手 但形势比人强 于是松了手 结果战欲不断 拜登松手 因为背后有宪政民主制度 习不松手 因为背后是你死我活的刀光剑影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收看